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也许你就是利用BMI BMI的google一下 这边有个BMI值的计算器 那这个当然它里面有两个输入 输入一个身高一个体重 不过身高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这个身高它是以公尺 而不是以公分 所以有时候你在这个平方 所以我们一般输入是cm 所以你记得如果要变公尺的话 那你就要把它再除100 才会是公尺 要不然的话 你这边说 假设你让人家输入的是 请输入你身高几公尺 好像怪怪的 或者你身高几米 好像也有点怪 我们一般还是喜欢你身高几公分 但是BMI的计算是公尺 是米 所以你必须除以100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是说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它输入了身高的平方 所以你这边的话 它的公式一定是它输入的体重 除以它的身高的平方 平方我们有讲过吗 你用什么乘乘 乘乘2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是平方 再来的话还有几点就是说 如果你输入身高跟体重的时候 一般可能会有小数点 有没有 所以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那你有时候再转型 我们前面的那个范例 是输入成绩的话 我是用int转型 可是int的话呢 它会把它小数点去掉 所以如果比较正确的话 应该用float float刮骨 然后把那个值给放进来的话 那它就会有帮你保留住它的小数点 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我大概demo一下 最后就是说把那个BMI给输出 另外的话呢 计算说帮你判断 做逻辑判断 就是说它到底身高是在过轻 正常还是过胖 过胖还有分成一二三四种 OK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呢 我大概demo一下这个结果好了 说出来的话 第一个 当然我们先算BMI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只有四行 所以我假设 请输入体重 比如说体重的话 假设是50公斤 身高的话是160 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BMI 19.53 OK 那19.53是不是正常呢 如果你在19.53 如果小于18 那你会发现它在这个18.5 到这个20X 表示它正常范围 但问题 我们计算完之后第二阶段要做什么 帮它做那个逻辑判断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刚刚我们做过的逻辑判断 再把刚刚那个有没有 那个逻辑 也就是说呢 这边看到没有 它是小于18.5 然后呢 介于18.5到20 是正常 OK 然后呢 24 27之间是过胖 轻微肥胖 有没有 这个是中度 有没有 重度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样一个逻辑叙述 把它转变成我们 我们的python里面能够 这个 这个判断的一个逻辑 那就是利用之前所写过的一幅 有没有 一样嘛 第一个先判断什么呢 从从最轻的开始 然后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有没有 一层一层的一层的 就帮我把结果给判断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 它是不是过胖 不是 所以它会跑到这边 它就标准 所以输出的话会多一个 它的bmi是标准 OK 所以我们再执行 如果我要多一个逻辑判断在这里的话 请输入体重 假设50 体重的话呢 180 你会发现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但是呢 我们这个好像 还需要多一点什么东西呢 最好是 出来的结果最好是在这边 前面再多一个什么标题名称冒号 比如说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bmi 所以你就多一个bmi好了 最好是bmi冒号 然后取到小顺第二位好了 后面这个不要 再来的话呢 评语 也许这边再多一个评语 评语两个字冒号 过清 那不过最好还有一点 就是说 最好这个后面的话 帮我直接换行 不要接后面 否则的话我们可能 得到的结果会两个 会是写在一起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要做出这样的结果的话 不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这边就可以用这个 用什么呢 后面会交一个叫format format就是格式化 有点像是在word里面 或者sale里面有格式化 把它格式化成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出 成我要的那个样子 我那个样子是什么呢 就是长得像云端白板 各位可以看到的 这个基础余法 各位可以看到 就长得像这样 就是 最好是BMI前后 都帮我加一个双语号 然后到这边输出的话 是取到小顺第二位 后面的话换行 换行特别注意 我上次讲过拖曳资源 反斜线N 反斜线N实际上就是换行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加一个反斜线N的话 那你没办法换行 然后平与帽过轻 这边的话会加两个双语号 可是问题 特别是说这个双语号 如果你把它放在智串 智串也是用双语号 可是你要输出的也是双语号的话 那会有问题 所以结果怎么办 上一半段我有讲过 你就再加一个什么 这个反斜线双语号 用来跟什么做区隔呢 跟他原来用到的双语号 区隔一下 他就说原来你后面是要输出的资源 而不是我们城市里面的 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阶段 分三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就是先把BMI做出来 第二阶段做什么 做逻辑判断 第三个再把它输出 输出我给各位看一下结果 比如说我们用 假设他是 50公斤 180 Enter 这个就我要看的 就是他的什么呢 BMI他的冒号 就是这个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多一个评语 过期 这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拆成三阶段来完成 那首先第一阶段 你们先做到这里好了 如何计算 那一样嘛 我先产生一个W的变数 那这边的话就是利用什么呢 上个礼拜讲过了 Input 有没有 请输入体重 不过特别注意 他如果输入体重输入50的话 我上个礼拜特别强强调 他的Input一定是输入之后 一定会是一个字串 所以他输入之后会变成50的文字 那可是我要计算 我不可能用字串来计算 因为字串文字是不能计算的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 把它转型 但转型有可能我可能输入50 有的人可能比较计价50.6 那你如果用什么int把它转型的话 假设我们上个礼拜是讲用int 如果你用int的话 那50.6的话 那就会这个 点6部分就不见 所以比较标准的话 建议是用什么 用float 这边这个叫float float的意思就是 帮我转成小数点 也就是说帮我如果小数点的话 就保留 那假设如果是整数的话 你输入到w的话 他里面会放什么 50 他因为float 所以他点0 OK 你看到50.0 你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你转过去就是浮点了 浮点就会有这个点0 OK 那是正常现象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请输入升高的话 请输入 记得后面什么 一定要转型完之后再除以100 我刚刚讲过为什么 然后就分别得到什么 一个w就是身高 一个h 就是 不 这个是体 w就是体重 h就是身高 最后BMI怎么取得呢 BMI就是把w 再除以什么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OK 然后呢 最后把这个BMI给print出来 print它 就我们要的第一阶段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50 180 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底下 底下这个也把它mark掉 OK 我 另外如果你要注解 像我这边有一个注解 底下如果不显不执行的话 非常简单 就Ctrl加那个斜线 就是那个键盘 那个竹子的那个竹 就问号的那个斜线 好 那你如果按一下 选取的这个范围 它就会 帮我注解掉不执行 如果说 你要取消的话 就再按一下Ctrl加斜线 这招还蛮好用的 以后的话你可以快速的注解 Ctrl加斜线 或者前面加紧字号 如果你如果要加紧 要加非常多紧 好 先满花子 那不如用这一招 Ctrl加斜线 这个是最好用的 那你如果print出来的话 就应该得到了 反正就第一阶段 只要算到BMI 所以结果应该是涨降 它就会有小数点 那因为除完之后呢 一定会有很多小数点 那因为我们没有四十而无路 所以会得到这么多小 那不过后面可能还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 如何取得小数点的第二位 OK 那在Excel里面 比如说我们也常遇到 也许不如你就是用什么格式化 你可以增加或减少小数点 但是那个部分的方法是 它并没有真的改变你资料 而是怎么改变你的格式而已 那format跟Excel蛮像的 另外还可以用run的函数 在Excel里面有run的函数 在python里面一样有run的函数 也可以打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我们分成三阶段来完成 第一个 先把BMI计算完毕 这里的话可能比较重要 就是那个float 特别注意记得要转型 那第二阶段的话再来判断什么 判断说它这个BMI的结果 到底是过轻还是正常 或者是过胖 还有过胖里面的话 又有分成好几种的 总共一二三四种 OK 那要怎么样去针对过胖的部分 做一个逻辑的叙述 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